马总统施政民调下滑 胡志强会给他什么样良心的建议 我是台湾警报社长林一林 台中市长胡志强今天来到警报现场接受专访 胡志强风趣幽默 口才辩解 主持人也毫不放松 步步进逼 话题 从当前震惊情势 马总统刘内阁面临最大的挑战 到他自己未来是否会到中央任职 访谈内容一气呵成 全无冷场 以下就是精彩的片段 请教一下市长 对于今天整个台湾社会的状况 我想我们如果问到台湾社会的状况 大概几个重点 第一个呢 经济不景气 第二 失业的很多 第三 大家对新政府有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你有没有听到这些老百姓内心的 我当然有听到 而且我听得跟别人不一样 两种反应对我 会跑来讲的 有一些人他大概跟我 你都不理我的 那个我不提 两种 一种是 你看吧 你看吧 你叫我们头 现在变这样了 你要负责 还有一种是过来说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你看怎么办呢 你都要死 也许我不认识他 他就推我 你说怎么办嘛 你说怎么办嘛 就是那焦急之情 易于言表 所以我知道 大家对于现在的发展 甚至于包括 尤其是马总统上任以后 好像情况没有好转嘛 不一样 不过大环境如此啊 我不是推责任 我没有说大环境如此 你要我们怎么办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就说你认为他要做到怎么样 我问这一句话 因为我想 行啦 你这样讲官官相够 不 那你认为要做怎么样 易于你告诉我 好 那我问一个问题 不是 你告诉我 你要经济怎么样好 你要股票怎么样好 好到什么地步 好吧 你没想到全世界都在下雪 你非要台湾出太阳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想要先讲一个问题 我当然没有答案 对 有答案我当总统嘛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猜了 是不是大家在520之前 或是3月20号 23号之前 我们期待太高 我们会希望马上好 有人问我 说现在的马总统的民调 调得这么厉害 我认为五个原因 很快 什么样都讲完 第一 选举之前和当选之后 期望太高 就是你讲这句话 over expectation 你没有over expectation 你不会失望成这个样子 对 第二 大环境不好 这也是实情 第三 他继承的体质不好 你知道吗 第四 马 刘 这一缸的人 都是有一点读书的人 他到现在不肯讲 说我做不好 你不能怪我呀 是他们不好啊 是前面不好啊 是国际不好啊 你看他不讲 就默默承受 我认为这点要改 应该讲清楚 最后一点 商人到现在也没有做得太好 要诚实讲 所以分成这五个理由 就是你要 你的第一个理由 在内 就是over 民众太期盼他做好了 当然很容易失望 但是我五个理由都不谈 我曾经问过我自己 我不是要找你麻烦问你 我就说 那你认为他应该做成什么样 我问我自己 胡志强 你能做得比他好吗 那一天我去听市长演讲的时候 在中正经典堂那边演讲的时候 其实我就很深的感触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来 来真的做专访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马流政府 没有像胡志强这么会沟通 对 我告诉你 你没讲完我就猜到这一点 你真的要我严格的批评他们 我就想说 你这么多苦楚 我那五点理由 你自己不知道吗 知道啊 你不会好好跟民众沟通吗 对 对不对 对 你坦白告诉他 说未来八个月都不见得会好 八到十二个月 全世界的经济专家都敢讲了 你还要跟民众讲说 快了快了快了 马上好了 我今天有这个消费研 明天有那个做法 马上就会不能这样了 好啦好啦 那我就问你一句话了 市长你知道这个问题 你跟马总统这么熟 你跟刘内阁这么熟 你们不能初期长谈 把这个问题解决吗 连我 我都很想找个时间 跟总统谈一谈 说不会沟通 新闻局长也不会沟通 新政院长也不会沟通 总统也不会沟通 其实老百姓你就收逃告嘛 拍拍他的肩膀 不是解决了吗 心情就好多了嘛 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失职 我曾经跟一个政府高层人士讲 在谈话 他就问我 他说 你不是很懂新闻吗 新闻局长做了快五年 那现在我们跟新闻界的关系不好 曾经还有政府高层批评过 我今天做不好 都是因为新闻单位对我有成见 那我曾经讲过一句话 是这样来的 我说为什么要去批评媒体 批评过 有没有用 我去讲这句话 你去批评媒体 说因为媒体对我不友善 误解我 所以我们都做不好 你这样讲有用吗 没有必要去责怪媒体了 责怪你自己了 责怪你自己去改革 好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再回答 你再散 然后 没有 然后这个就问我一句话 他说我不讲是谁 也可能是你会才好几个人之中的一个 他就说 哦 那你在新闻界这么久 我说你做新闻界 你告诉我现在怎么样解决问题 我说很简单 第一件事情 就是部长看到媒体不要跑 那一阵子好几个部长看到媒体 拔腿就跑 他就跟我说 不跑 不跑会讲错话 那我说 问题就是这个啦 怕错 问题就是你自己讲错话 你去怪媒体干什么 对不对 你讲错媒体的没有必要去配合你 原谅你啊 姑息你啊 对不对 讲到这里就讲不下去了 我让我讲第一句话 市长知道我要问你什么吗 不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管道跟总统沟通 你有没有知道 你做市长的这个朋友的责任 我觉得总统不是不了解 但是院长也不是不了解 了解以后能做到什么地步 反而是问题 我觉得是问题 好 那这样讲我可不可以做个结论 就是个性决定处理事情的态度跟方法 我要进一步了解你的结论 我不想理得骂 哈哈哈 哈哈哈哈